加强防疫大家一起来 吉安相公所特别开办了清洁用的喷雾制制课程 并且加入了茶树、油加利、还有薰衣草精油 让酒精消毒液可以更加的芬芳食用 而现在游淑珍他也亲自做了好几瓶 并且鼓励民众回家DIY 制制精油酒精消毒液来保护全家人的卫生安全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 不分男女老幼每一位学员认真的调配精油酒精消毒液的比例 吉安相公尤淑珍也和乡亲们一起动手做 希望透过DIY课程让大家学会制制酒精消毒液 来确保全家人健康 因为充满在疫情的紧张情绪里面 我们相信今天来到这里 自己来手做精油的这样的一个抗菌的消毒剂 也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以外 我相信回到家里以后 我们就可以自己亲手动手做 随时要都可以随时做 而且也可以带给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的亲人 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分多精 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相信守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让我们的这个精油里面 我们的消毒水 甚至于是我们的酒精里面 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翻箱 健康的茶树 以及我们的尤加利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香菌 带来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来谢谢分享给所有的香菌 指导老师李明如表示 酒精消毒液的浓度比例很重要 使用的容器也要特别注意 酒精浓度在70%到78%的过程当中 是灭菌最有效的比例 所以我们通常在外面的酒精是75% 就是台酒调好是75% 那我们今天调的是76% 那这个比例呢 也是台酒提供给我们的比例 所以请大家用的非常的安心 如果假设说你要在家里调制的话 千万记住你所有的容器呢 必须是要用二号瓶 或者是五号瓶 它才能够抗这种高浓度的酒精 千万不要拿一号瓶 三号瓶或者是其他的瓶素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容器的那个使用 非常的清楚的使用 另外呢 我们的手一定要洗干净 因为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 我们可能手上都有一些续菌 你做出来的那个抗菌酒精 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好 在老师指导下 大家顺利的完成一瓶又一瓶的 均油酒精消毒液 并且分售给每一位组员带回家 也希望大家在居家也可以DIY 增加防疫力气 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卫生安全 这里会接下来相报道